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小故事大启示 点亮你我迎向卓越的生活方式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张德仁 欢迎您来到绝妙启示录 生命有诚实 生活才会结出良善的果实 从前有一位国王 他因为年纪很老迈 欲被退位了 然而他有十二个儿子 每个儿子都很优秀 国王很苦恼 他到底要如何 在这十二位王子当中 选出一位继承人呢 于是 国王把所有的儿子 都叫到殿前来宣布 国王说 我现在给你们每人一颗同样的种子 三个月后 你们将这盆栽带来给我 我就能够决定 由谁来继承王位了 于是乎 这十二位王子 他们都很兴奋地回家去种花 三个月后 王子们把自己辛苦栽种的成果 带到国王面前 结果发现了 国王给的是相同的种子 但是却种出不同的花 顿时宫殿是一片花团锦簇 有菊花 有兰花 有玫瑰花 什么样的颜色都有 群芳争艳 真是美丽极了 但这个时候呢 只有国王 他心里有数 每个王子 对自己的成果 都非常具有信心 他们相信 他们自己 必能赢得王位 这个时候 只有老妖 只有小王子 他的盆栽 是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国王看到之后 就问小王子说 孩子 你种的是什么植物呢 你的哥哥们 有菊花 有兰花 有玫瑰花 而你的盆栽上面 却是什么都没有 小王子 垂头 丧气的 对父王说 禀报 父王 这三个月 我真的没有投篮 我每天早起 包括 浇水 施肥 细心地 呵护他 可是他呢 就是没有动静 正当大家 哈哈大笑的时候 国王起身 宣布 要将他的王位 继承给 小王子 其他十一位王子 都很惊讶 他们问父王说 为什么 父王说 其实 我给你们的 种子 每一棵 都是被我 煮过 熟的种子 根本就不可能 种出任何的植物来 我要将我的王位 传承给最诚实的 小王子 我亲爱的朋友 你听完这则故事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得人的体会 就是在开始时的那句话 生命有诚实 生活才会结出 良善的果实 在希腊文里面 真理 Alephia那个字 其实 也可以翻译成 诚实 一个真正 热爱真理的人 他必定是一位 诚实的人 我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 成为生命中 有良善果实的人吗 秘诀是 生命中 要有 诚实 因此 最后 送你这句话 生命有诚实 生活 才会结出 良善的果实 我们下回见 我是 张德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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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